豆角埋回来不要从朝着吃了 就像我这样做个麻痣豆角 清脆双口又好吃 刚一上桌都被嵌光了 先准备细盖凝了豆角 给它切成长短 这时候锅里边睡开咯 来上一点食用盐 再来上一点食用盐 这样可以让豆角保持翠绿 不变色 豆角下锅后 等再次开锅煮上两分钟 这时候都熟了 然后再再给它捞出来 锅下晾水 这样吃起来更加双口 完全给它偷凉咯 再再捞出来控水备用 再搁一个笑味流 放入一勺芝麻酱 再来上一勺花生酱 再烧了一点蚝油 放上一勺老抽上色 烧熟了掰烫 再倒入一圈享用 烧两多次来加入稳水 把这个麻酱卸开 最后给它嚼了香枕了都兴了 再搁到笑味里边 放上点蒜膜 小米嚼 给它嚼上惹油 激发出香味 然后再放入一勺生抽 来上一勺称醋 适量的咽挑味 烧了一点掰烫 砸上一点松咸咸 代替鸡精味精 把这个条链搅拌均匀了 再给它倒到豆角里边 抓拌均匀好 再给它撞到一个盘里边 最后在鳞上 再卸好了芝麻酱 这都可以开灶了 咱这个麻酱豆角都做好了 我先给您尝尝 嗯 不劳 清腿涮口 夏天不要吃啥的时候 来上一盘 小串下去得得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